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春节送暖,新北市多个单位透过社会局捐赠物资,捐赠季养童,让他们好吃,好穿,好过年,也让季养家庭感受社会的支持与鼓励,担任季养家庭23年的季养妈妈,卓秀玉带着两名季养童出席捐赠一事,她说,各界的爱心让孩子开心,也让他受到鼓励,有坚持下去的力量。 新北市喜悦成长协会捐赠160件新衣,并与三商行协全家福共同提供160张价值1000元的兑换券,新北市果菜公司总经理江慧珍号召合作单位育品食品正义,参摆书过行,吴继峰先生,财团法人终于教育基金会全胜美食,定器食品等业者,共同提供200份年菜及水果礼盒。 今天在社会局举行捐赠一事后,转赠寄养家庭。 出席捐赠一事的市府秘书长许玉宁说,新北市有四个寄养单位,包含家福中心、保姆结会、世界展望会和儿童及家庭促进协会。 目前安市252名寄养童市府会将各界捐赠的物资平均分配给寄养家庭。 许玉宁感谢捐赠的各单位,让孩子享有类似原生家庭的爱。 喜悦成长协会理事长蔡高龙说,希望精心挑选的新衣新鞋,能鼓励寄养童勇敢克服人生的困难。 新衣代表新希望,新鞋能陪伴走更长远的路。 寄养妈妈卓秀玉说,孩子平常叫她阿姨,但母亲节或情绪依来,还是会脱口叫妈妈。 23年来照顾超过20名来自不同家庭受创伤的孩子,她了解这些孩子,渴望大人的关爱,完整的家庭,春节前夕,各界的爱心让孩子有崭新的衣鞋跟丰富的物资, 对他们的心灵是很大的抚慰。